嫦娥六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 若完成采样返回必将引领世界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环球网2024年6月2日当地时间报道 嫦娥六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 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 在雀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 埃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 嫦娥六号的任务 实施人类月球背面首次采样 工程创新多 风险高 难度大 相比2020年的实现月球正面采样 返回的嫦娥五号任务 嫦娥六号任务 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 与控制技术 并将在雀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 完成月球背面智能快速采样 月球背面起飞上升等 关键技术节点 有人问怎么看 如果成功完成采样 必将引领世界 首先呢 有必要说明一下 月球飞船 这种东西在月球进行软着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印度的月球车成功着陆了 但是好景不长 也就是一个星期失联了 然后呢 看着一些印度教徒 然后搞一个飞船的模型 祈祷说马上可以联系上 结果最后呢 也没有联系上 今年年初的时候 日本搞了一个月球车 也是在月球上着陆了 怎么着了 成功着陆了 但是着陆歪了 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动力 然后到最后没有了动力 你说你这咋办 对不对 关键的问题是 月球车跑到月球上着陆 整个的过程 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大概在50%左右 但是现在中国的着陆 成功率百分之百 而且在月球的背面 依靠中继星这个关键技术 现在中国已经两次全都成功了 上一次是玉兔二号 2018年12月 这一次就是嫦娥六号 嫦娥六号最大的看点就是彩样 成功彩样便是胜利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是国际合作 这个国际合作呢 一共两个部分 首先一个部分是跟第三世界国家 巴基斯坦的合作 巴基斯坦呢 只不过呢 搞了一个月球的绕月卫星 然后呢拍几张照片 就哪怕这件事 巴基斯坦也是继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第四个拥有 绕月卫星的国家 就这个事让印度彻底破防了 说巴基斯坦你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搞的 你是靠着别人才搞出来的 你自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关键点是什么 人家巴基斯坦有好朋友啊 你印度不也是有好朋友吗 你印度的月球车 不也是借助美国的技术上去的吗 然后最后什么结果啊 你自己着陆了 然后一个星期说 打个电话 失联了 找不着了 不就这么一回事吗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的帮助 获得了这一次机会 而且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这一点给第三世界树立了榜样啊 为什么 以后你们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就有了选择 如果想上太空啊 如果呢想做一些太空实验啊 美国不带你玩 中国带你玩吗 我不是说过吗 当世界上拥有两套系统的时候 第三世界就有了这个选择权 这个很重要啊 然后呢 就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合作 这里边是法国跟意大利啊 他们俩各自有各自的设备 到顶上去做一些实验 那是他们俩之间的事 但是他开启了中国跟欧洲 强强合作 强强联手的这么一个过程 之前我们也知道 1999年搞了一个考克斯报告 美国说中国航天针对美国 有国家安全的威胁 然后全面断供了中国航天 同时迫使欧洲断绝了 与中国航天的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说了这里边不应该有一片 美国的零件 如果有美国的零件就不允许合作 现在中国跟欧洲的合作 一方面欧洲打破了禁令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中国实现了完全自主可控 欧洲的设备里边有中国的东西 也就是说完全的去美化 完全的中国元素 这个里边所体现的东西 就是国际合作了 上的国际合作了 而这里边的国际合作 所涉及的样物 等同于给以后的进一步的合作 提供了范例 这个很重要 最后一点更重要的就是采样了 其实中国在这一次的任务就是采样 如果把样品拿过来 得到了在这一方面人类首次的试验 和真正文章的发布 中国将在这个领域引领全球 到时候美国NASA 是不是要与中国合作呢 对不起合作不了 为什么合作不了沃尔夫条款 因为沃尔夫条款规定 美国的太空工程师 是不允许与中国太空工程师 一块接触的 哪怕喝点茶 喝点咖啡都不行 所以呢 这一次不是说中国故意难为美国 而是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国内法 美国的长臂管辖 中国一定要遵守 这才是关键 到头来谁的问题 如果是美国政府刻意要卡住 美国工程师与中国合作 那么是美国政府的事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键点是什么 中国在完成了采样之后 就可以单独把这个学科建起来 月球背面的研究 而这些东西将是人类首次 中国将引领世界 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属于中国的研究项目 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 而且另外一点呢 在这一方面 月球背面的月长肯定会与欧洲和巴基斯坦进行分享 而分享的过程中 欧洲将与中国达成更广泛的合作 对于美国来说 则被完全孤立了 为什么 你之前几十年前 你不带中国玩 你认为中国会窃取你的技术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你什么都没有 而中国这边已经开启了新的方向的研究 并且与欧洲合作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怎么办 他想求着中国 那好 你把这些禁令解除了 现在美国在面子上又过不去 这些禁令解除不了 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两眼一摸黑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是美国的问题 不是中国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当你引领世界 你技术过硬的时候 人们会有求于你 当你引领世界的时候 你有更广阔的空间 因为你引领了世界 他们会在你这里得到更多的机会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当你有了实力 你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